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用减法来做选择 因为每一位入围者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加法来做选择 那比如说男主角 为什么后来选了陈亚兰 因为其实一位女性 她身为女性要扮演一位男性 她要做更多的功课 下足更多的功夫 尤其她是在这个传统戏曲上 她做了了不起的传承 然后她创作俱佳 其实在这次评选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蛮难做的选择 就像我刚刚讲 因为就是题材很多元嘛 然后评审的口味也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发现 我们没有办法用减法来做选择 因为每一位入围者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加法来做选择 那比如说男主角 为什么后来选了陈亚兰 因为其实一位女性 她身为女性要扮演一位男性 她要做更多的功课 下足更多的功夫 尤其她是在这个传统戏曲上 她做了了不起的传承 然后她创作俱佳 所以也就是用这个加法 她就胜出 那她最后是以一票之险胜 胜了朱宣扬 对 女主角的部分 女主角的部分也真的很难选 因为在这个评选的过程中 我们甚至有评审提议说 是不是可以双蛋黄 那所谓的双蛋黄 就是说这个林心如跟杨景华 也有评审这么建议 那只是几轮的投票之后 这个建议就破局了 就没有成局 那最后 谢盈轩能够胜出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她入围两部戏 那我们可以看见一位演员 她可以在这个喜剧里面 用一种比较夸视的方法来演出 然后在四楼的天堂里面 她又可以演一个心理学者 然后还一个人扮演三种身份 所以呢 可以看见一个演员 她的这个广度 跟她的阶段有多大 所以她其实也是显胜 她就跟杨景华 就是差一票 跟她一起求迟光 眼看哪 眼看哪 慢慢慢慢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浩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博益 哈喽大家好 我是伯淑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我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 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可是我还 什么烦 看什么看 快emen 快 哈哈哈 虾勒 我 还 我 很 看我的 我们 Government 我 大家